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0日星期四 又到了V家不動產研究遠灣區 樓市一周快報的時間 我是Shayna 上個星期可以說是十分精彩的一個星期 上頭頻頻發聲 我們一齊來看看吧 首先上個星期有兩大新聞值得注意 都是高層釋放的有關樓市的重磅訊號 首先7月31日發告委發布了 20條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 涉及汽車、住房、民旅等領域消費 在支持住房需求、保交樓、保障住房方面 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第二 8月4日國家法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水務總局四大部門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 涉及房貸降息、減稅、降準 所以說上個星期高層真是高招頻出 事實上首批的高能級城市都已經在著手實施 例如南京、鄭州、廣州 說完全國大新聞 我們具體看看灣區城市的情況 以兆慶、珠海、中山為例 上個星期 兆慶就沒有發布新的政策或新的規劃 而珠海方面 珠海近日就入選了廣東建設交通強省首批試點城市 珠海內連外通交通網絡 再燃珠江西岸經濟發展 目前再見重點項目 有黃萬海跨海通道 香海大橋西營線 渴港高速高路二期 輕易快線北斷 輕易快線北斷 預計會是今年年底通車 中山方面 南中城制世紀路TOD規劃啟動 地處中山奇光申城的核心 寫字樓、商業、酒店、交通梳紐等六大液態混合 此外 上個星期 趙珠中三個城市 就沒有新的主宅土地掛牌或出揚 以下我們來看看具體的樓市表現 第三十一週 涼星較穩 繼成交兩年續下跌四個星期之後 上個星期 兆慶的成交回升上升了23.13% 其中 懷習院成交掌幅明顯有23.34% 位於幸福街道站前大道高鐵旁的一個項目熱賣 那裡的區域雖然就不是懷習院的中心 但勝在交通便利 靠近二廣高速 懷習院整體的均價是5000元左右 那珠海方面又是什麼情況? 珠海上個星期 住宅成交量穩價跌 價格小幅回落跌了6.61% 今晚區成交量升了44.26% 但價格下跌了23% 主要由於位於平沙鎮的低價項目 集中出售 拉低了全區的均價 今晚區一般高價項目 集中在航空生成 首次過渡的區域 有航空產業支撐 也有國家政策大力扶持 其次商業教育資源規劃比較好 均價在2.3萬至2.6萬元左右 今晚區的其他板塊 例如平沙、高蘭港均 均價低很多 只有1萬元左右 由於距離市區比較遠 而且沒有規劃債刑的商圈 整體的均價是全區最低 最後來看看中山 中山上個星期普通住宅成交 25個街鎮中 只有4個街鎮成交套數上漲 全區的成交量下降了36.56% 其中南部組團的三鄉鎮 成交反而明顯上漲 較前一周多萬了30套 但南部組團的均價明顯下降 跌了14.32% 主要是由於三鄉鎮的項目均價 屬於南部組團比較低的區域 均價是8000到9000左右 在這個地方 舊的村落比較多 而坦州是南部組團均價最高的區域 均價是1.4至1.6萬元左右 主要是由於坦州臨近珠海 而且交通駐幹島經坦州比較多 例如坦州快線以及香海高速是通往珠海的 以上就是上星期的灣區樓市一周快報 如果你對我們的詳細報告感興趣 在評論區給我們留言 我們會將完整的報告發送給大家 還有記得關注我們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動態 最後也麻煩大家給個讚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